大家好,我是逼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动作电影《乐人传》 一天夜晚,在韩国天安市的一处无人路段 一白一黑两辆车突然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 就在黑车司机下车对车辆拍照取证的时候 白车司机拿着一把刀走下车来 突然对着黑车司机的身体眼筒竖刀 他下手干净利落,并且毫不迟疑 显然早有预谋 天安市刑警二队的队长泰西接到报案前往现场 没想到,在赶往的路上遭遇了堵车 泰西是个急性子,再加上脾气暴躁 当场按耐不住的他,便闯入了黑帮老大张东秀的地盘 随便以一个理由抓住了混混小黄毛 逼迫他开着摩托将自己带到了案发现场 警察在勘察了现场后,除了一个钱包纸外 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但心细的泰西还是发现了汽车上被追尾的痕迹 直觉告诉泰西这并不是一起随机的杀人抢劫案 可是警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 同时泰西拿出了很多照片 并称这起事故和几个月前发生的凶杀案 所用的凶器一模一样 以此想要来证明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可是这都仅仅是猜测 并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上司 最后,还是以简单的杀人抢劫结结束了这起案件 另一边,张东秀是一个主要以制作和贩卖非法改装的游戏机 和街机围圣的黑帮大佬 张东秀现如今生意越做越大 但因为天安市的局长被张东秀收买 所以警方对于张东秀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正值得太习除外 这天,张东秀带着自己的助手 正和另一个帮派老大许商道谈生意 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中途两个人的助手更是起了冲突 暴躁的张东秀二话没说 起身就暴打了自己的助手一顿 紧接着,又当着许商道的面 硬生生的徒手拔了他助手的牙齿 并混在酒里面,逼着许商道喝了下去 随即便嚣张地开车离开了 不料开车过程中 正在打电话的张东秀被一辆白色的车追尾 而追尾张东秀的 恰好是前两天的杀人凶手 他再次使用惯用的手法 趁着张东秀转身的时候 拿起刀,向他发起了袭击 然而张东秀是位黑帮大佬 拳脚功夫自然不俗 他反应迅速 在身中两刀的情况下 张东秀依然单手 划伤了凶手的左胸位置 凶手失去了攻击的先机 见张东秀又是这般彪悍 当即开车六支大吉 离开前 开车将张东秀撞成重伤 瘤脑在地 在这之后 在张东秀在医院治疗的过程中 张东秀的助手 以为是许伤道下的毒手 于是带着一群手下 连夜砸了许伤道的场子 在医生的治疗下 张东秀很快便清醒了过来 人虽然没什么大碍 但像他们会黑道的 最讲究的不过是个脸面 现在他被人打进医院了 伤痛是小 丢了面子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抓住凶手找回面子 醒来后的张东秀找来了助手 根据自己多年的打架经验 张东秀可以断定 凶手不是黑帮众人 随即凝借着当时的模糊记忆 张东秀写下了车的颜色和车牌号 还依靠自己的记忆 让人画出了凶手的模样 以此作为突破口 让助手前去寻找 很快泰西也得知了张东秀的事情 认为与前几天有所关联的泰西 找到张东秀想要了解情况 可是张东秀不想让警方插手自己的事情 如果这个凶手最后被警方抓住 他的面子岂不是丢得更大 泰西见从张东秀的口中 跑不出什么有用的话 只能兴兴地离开了 不过机智的泰西 还是在临走前来到了停车场 查看了张东秀的车 在发现被白车追尾的痕迹后 泰西拍下照片 御假肯定这是同一个人所为 与此同时 凶手在加油站 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电话的卡车司机 从他的谈话可以判断出 他正在和自己的妻女通话 只是他的态度极其恶劣 这也引起了一旁凶手的注意 凶手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上前杀死了卡车司机 随即扔下白色轿车 开着司机的卡车央长而去 没想到卡车行至中途 凶手才发现车上竟然还有一个人 紧接着两个人在车上发生了争斗 卡车也开始在路上 都有乱晃 最后凶手胜出 但是他杀人用的刀 却意外被甩出了车外 没过多久 那辆白色的轿车和刀 便被张东秀的手下找到 但由于张东秀这边 没有能检测出指纹和血迹的技术 所以张东秀便决定 借助警方之手找到凶手 胸中有了计较后 当天张东秀就找来了泰西 将手中掌握的车辆信息 和画像的事情告诉了泰西 而作为交换 泰西必须将从凶器上获得的线索 与张东秀共享 期间两个人各自为战 或干涉对方抓捕凶手的行动 如果泰西先抓住凶手 就按照法律程序 对凶手进行审判 反之 如果张东秀抓到凶手 则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处理凶手 可以说这是一个互赢的方法 于是两个人的比赛就此展开 然而老奸巨华的张东秀 可不会让泰西白白地占自己的便宜 就在警方提取指纹和血迹 寻找线索的时候 张东秀派自己的助手 用杀人凶器杀死了自己的对手 徐昌道 巧妙地将事情 栽赃嫁祸给了凶手 第二天 徐昌道的死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警方通过刀上残留的血迹 检测到了前几个被害人的DNA 泰西也不傻 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被张东秀给利用了 他上门找张东秀理论 顺便和张东秀打了一架 结果就是被张东秀痛打了一顿 张东秀倒是十分坦然地承认了 徐昌道是他的人杀的 可是警方没有证据 根本不能拿张东秀怎么样 事到如今 泰西也只能先继续和张东秀合作 毕竟不能丢了芝麻 再丢西瓜 方面一转 凶手通过电视新闻 也得知了自己被嫁祸杀了徐昌道的事情 虽然他手上沾了不少人的血 但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扣在自己身上 凶手也十分不乐意 于是他偷偷地潜入到徐昌道的丧事上 并交给了徐昌道的小弟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着 有人用我的刀杀了徐昌道 虽然徐昌道的手下都是些大老粗 但是能在道上混得智商自是不低 他们立马意识到 是张东秀倒的鬼 此时张东秀正和泰西 正在卸凶手车上的方向盘套 结果 徐昌道的助手就带着若干小弟 将两个人团团围住 没想到 张东秀和泰西两个人武力直报表 最后 硬是将十几个人打得落花流水 镜头一转 警方对于这起凶杀案 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根据方向盘上的指纹 警方也终于将视线 锁到了男人江静浩的身上 江静浩35岁 从小便经常受到父亲虐待 父亲死后在孤儿院长大 江静浩还有一位70岁的母亲 江静浩时常会打电话给母亲 虽然电话号不断变换 但警方最后 还是根据这条线索 锁定了江静浩目前藏匿的大概区域 虽然已经将大致的范围锁定 但是又根据一个画像 走到江静浩也犹如大海捞针 为了尽快招入凶手 太熙与张东秀两人合作 立马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在这过程中 太熙发现看似凶狠的张东秀 实则也有善良的一面 在一个下雨天 他居然将自己的伞送给了一个学生妹 自己独自淋雨 然而令人愤怒的是 当天晚上 他们就从电视上看到了那个学生被害的新闻 原来当时的江静浩就在公交车上面 江静浩的这一举动 彻底激怒了张东秀 他派出自己的手下 沿着公交车的路线展开搜索 终于在一家旅馆 查到了江静浩的入入记录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一番商议下 张东秀决定和助手 以及太熙 走在旅馆门口 守住待兔 不料 急警的江静浩发现了三人的埋伏 张东秀几人 也不想错过大好时机 连忙开车紧追起后 终于 最后在一个岔路口 放停了江静浩的车 没想到江静浩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 刚即下车 一流眼跑出了三人的视线当中 张东秀 助手 太熙三人 决定分头寻找 最终 助手碰到了江静浩 但因为不敌被杀 另一边 张东秀根据江静浩身上的血迹 就到了一所客厅 并在卫生间 发现了躲藏起来的江静浩 愤怒的张东秀 用身体撞开房门 接着 就隔着门板 把江静浩打晕了过去 在这之后 张东秀将半死不活的江静浩 坐到了一间房子中 正打算结束他小命的时候 太熙开着车冲了进去 被撞的张东秀 当场就晕倒在地 而太熙则带着凶手回到了警局 随着凶手江静浩落网 张东秀的地下产业也被曝光 一时间 受到了警方的通缉 张东秀本可以带着自己的手下 逃之夭夭 但没想到 在法院审判江静浩的时候 张东秀作为证人 来到了法庭之上 为此 太熙只能找上了张东秀 拿出了一支录音笔 而笔中的录音 恰好就是张东秀 亲口向太熙承认 自己杀死了许长道的事情 太熙要求张东秀出庭作证 作为交换 他会将许长道的死 堆在江静浩的身上 张东秀没想到 自己被太熙摆了一刀 虽然愤怒 但是杀人罪的刑法明显更大 最后 张东秀只能妥协答应出庭 因为张东秀自己就是受害人 所以 没有什么能比他的话更有说服力 再加上 江静浩左胸上的伤 是证实他是受害人最有力的证据 最后 江静浩被成功定罪 当然 自然张东秀这样的做法 让江静浩所有的罪责成立 但这无疑也是将自己 这个通缉人 送到了警方的手上 而就在江静浩进入监狱之后 他才发现 张东秀居然和他关在同个监狱之中 两个人的目光交汇 张东秀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甚人的微笑 很显然 这又是一部典型的韩国犯罪类电影 凶手的行动 打破了黑白两道的秩序 令黑白两道连手除恶 刑警与帮派在恶人之间周旋 并三者 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 黑白难辨的闭环 也是影片完成的最好的部分 同时 这种黑白两道的合作 打破了以往警匪电影的惯例 也让观众 有着十足的新鲜感 喜欢动作电影的小伙伴 请一定不要错过这部电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